這幅畫是 吳冠宗的 吳冠宗的畫 可不可以來分享一下 為什麼當初會收藏這幅畫 當初主要是 就是剛好朋友的父親 可能就是有缺錢 朋友的父親缺錢 然後幫忙一下 然後跟他收了一些東西 所以那時候是一整批 那一批收多少錢 四十多萬吧 四十多萬 那收回來之後 總會研究一下吧 收回來之後 也是因為要上節目 所以我才翻到這幅畫 上節目才翻到這幅畫 對啊 所以他本來已經擺在一個 因為本來對字的話 不起眼的角落 就沒有什麼在研究 對啊 好 所以教授 可以 來談一下吳冠宗主委畫家 吳冠宗已經去世了 前幾年去世了 吳冠宗的畫現在很貴 只是他的畫有很多 這個 不容易 不容易 看得出來的地方 因為 他融合很多西方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就看不懂了 因為西方現代畫裡面 有很多的形式上的表現 是 所以如果你對形式 搞不懂 你就不容易看清楚他的畫 當時因為是一整批收 所以大概 很難去 很難知道 去計算說 到底 每一個物件 你是花多少錢 對 反正你整批是收四十萬 對 那一批都整批 所有的東西都現在都還留著嗎 還是有一些已經 有一些已經賣掉了 有些賣掉了 那四十萬的本錢拿回來了嗎 拿回來了 所以現在都假就對了 當時賣了多少錢 賣掉了哪些 然後賣了多少錢 就賣一些翡翠跟田皇 翡翠 田皇 那也是去年才賣的 差不多 一個是賣了十二萬 反正就是全部賣掉 基本上已經回本了 已經回本了 現在都假了 好 所以教授看仔細了嗎 好 我們可以見價了嗎 好 我們來見價 來 請見價 一萬五千元 教授 你剛不是說吳冠中的畫很貴嗎 對 一萬五千元 是因為這幅畫 看起來是像吳冠中的東西沒有錯 但是我們可以仔細看 你在看吳冠中的這個畫的形式上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奇怪的地方 但是就總覺得這幅畫看起來沒有生氣 沒有生氣的原因就是會出現在一個問題上就是 它墨的層次變化不夠 另外就是色彩的變化不夠 就是它的層次對比或者是鮮艷程度不夠 所以這一幅是印刷的 這幅是印刷 這幅是印刷 這幅是印的 是 是印刷的 它是因為吳冠中的畫很貴以後 有很多這種所謂的把它的畫叫印成印刷品 現在很多是印刷品 那教授 這個印也是 也是印的 也是印的嗎 可是蠻像蓋上去的 對 這些都是印的 第一個要注意的說 看起來好像是對的 但是給你的感覺 覺得它好像就沒有生氣 沒有生氣就是說 看起來不夠 力道不夠 就感覺 不夠有活力 你有沒有覺得感覺那個顏色很平 教授 這是因為表起來 我們透過玻璃 如果沒有表起來 可以接觸到真實的畫 是不是就更容易可以發現 它到底是印的 還是真正的一幅畫作 是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說 因為它現在表起來 你要有那個感覺 比如說我現在跟您再講一件事 就是說 比如說這幅畫整體看起來 形式上沒有錯 看起來形式黑白的分布 大小的比例 好像不錯 這幅畫的人是蠻懂得比例的 但是它畫完以後 黑白的部分畫完以後 沒有問題了 它才會去點這些顏色 是 所以這個顏色是厚點的 當然 它要看哪裡需要 哪裡點紅的 哪裡點藍的 哪裡點黃的 所以看這個小點的彩點 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生氣 但是問題是 你看這個黑點 是躲在這末的後面了 你有沒有看到 這紅點是在那末的後面 那就不對了 紅點應該壓在這個末的上面 那這藍點 所有的彩點應該是壓在末上面 所以它是針機拿來印的 因為它是後畫的 因為它是後畫的 因為你印刷它是倒著印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藍點 但是因為它是印刷的 你就看不出了它那個先後的層次 不是 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紅的是被壓在這個黑的下面 所以表示 紅的先畫 紅點先畫 那不對了 這是畫畫的程序就相反了 那就不是針機了 就不是針機 所以它是印的 因為它整個看起來是對的 但是就是末韵不足 還有彩點的這個畫畫的 這個手續不對了 這表示它是印刷 它好白印刷 好 套白印刷 它先印紅點藍點這些彩點 印完再印黑白的印上去 它就會出現這個現象